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67回 其余之人听闻百族之战等字眼也都面容铁青了起来 似乎马道士提到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事情 让他们难以再保持平常的镇定了 算了 只是最近多了一些异族探子而已 怎么会扯上什么百族大战呢 别说此事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就算真的发生了 也不是你我这等能控制的 我们还是先完成眼前的巡查任务 再有其他知识 自然有长老会那等存在处理的 韩丽始终神色平静如常 淡淡的吩咐了一句 就身形一动向某方向率先飞去了 马道士等人见此自然顾不得商讨什么了 也纷纷驱动顿光跟了过去 一行人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天地的尽头之处 输入之后 哈利等人就坐在金亭州 重新返回了天渊城的巨塔中 其他人都留在殿中休息一下 他呢 则独自离开了小队的驻地 沿着阶梯直奔 石塔的顶部而去 结果在走了十余层 经过了数个把守严密的大门之后 哈利出现在了一个看似普通的大厅当中 大厅四周墙壁 各色静止灵光闪动不已 一看就是不知道密密麻麻的布下了多少层 烈海禁址的样子 在大厅正中 除了一张石桌和一名盘坐石桌旁边的白袍中年人之外 就再无一人了 哈利刚一走入大厅 原本闭目养神的中年人 缓缓地睁开了双目 一见是韩利却毫无惊讶之色 反而淡淡地说了一句 哼 原来是韩贤旨啊 怎么 这次巡查又有收获了 这次送来的是火口还是尸体啊 是哪一族的呀 中年人似乎呢 对韩利很熟悉的样子 启定文前辈 晚辈这次抓了一名影族探子 韩利却对面前的中年人不敢丝毫视力 恭敬了一抱拳 一翻手将一个玉侠取了出来 双手放到了石桌之上 影族 哎呀 这可是很少被活捉的探子呀 来 我看看再说 白袍中年人一听韩利之言神色一动之下 终于有些感兴趣的样子了 他单手一掐绝对准身前石桌突然一拍 那原本看似普通的石桌 漠然之间白光大放 浮现出了一个仗许大的小型法阵 那个玉侠呢 正好身处法阵中心处 一层银蒙蒙的进制笼罩其中 但是 那白袍中年人的行动 却似乎丝毫不受着光照的影响 袍袖冲玉侠轻轻一扶 侠盖就自行打开了 露出了里面 闪动微弱灵光的绿色圆球 绿影 哎呀 这可是很难遇到的高阶影族 还是活捉的 贤侄呀 你这次立功可不小啊 白袍中年人一眼就看出了圆球的来历 终于有些动容了 前辈过奖了 听说半个月之后的天广殿 是出身天灵殿的行长老讲授福禄之道 不知是否是真的呀 韩丽谦虚了两句 忽然指望问道 哦 不错 这次天广殿讲道的确已决定是行长老讲授的 虽然不知道是否真是福禄之道 但是行长老本身是以福禄之术明文三界 多半哪 是和此数有关的 哎 怎么 韩丽谦虚对这个感兴趣吗 白袍中年人有些意外的说道 哦 晚辈最近在钻研 俘虏之术 的确有些心得 正想请人指导一下的 韩丽也没有隐瞒 坦然说道 哎呀 俘虏之道 若是钻研透彻 在对敌时的确妙用无穷啊 但是此法毕竟只是辅助之术 对增进修为并没有多大的效应的 韩贤旨从飞升后能短短的时间就进阶化神中期 这进步之快 在我等飞升修士中那也是少见的呀 可见资质过人了 不过贤侄还是不要过分的分心他物的好 否则恐怕大道有物啊 中年人眉头皱了一下 然后声音一缓 劝说道 听起口气 他竟然也是一名下界的飞升修士 多谢文前辈好意 晚辈铭记在心了 但是这一次行长老的讲道 晚辈的确不想错过 不知晚辈现在所积攒的功绩 是否有资格入殿听到了呀 韩利诚心的称谢一句 但是仍不打算放弃的样子 啊 既然贤局执意如此 那我也不多说了 以你前几次所获得功绩 加上这一次又捉住了绿营 入天广殿那是绰绰有余了 哈哈哈哈 每十年一次的长老讲座 好像你没有一次放弃的呀 这也真难为你了 好 我这就将你功绩列出来 然后你就凭此到论功阁 领取传真令就可以了 白袍中年人 没有再继续的劝阻什么 反而单手呢 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玉牌 往里面铭记了什么印记之后 就将其交给了韩利 韩利接过了玉牌大喜 冲中年人的略失礼 然后就告辞退出了大厅 而中年人一等韩利离开了厅门 先是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接着呢 将桌上玉匣重新合上之后 就两手一掐绝 冲身前的玉桌一点纸 顿时啊 桌上法阵一阵刺目耀眼 玉匣竟然在白光闪动中 就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在白袍人施法将绿营所画的圆珠 传送到囚禁之地的时候 韩利却已经飞离了石塔 直奔天渊城仿石而去 数个时辰之后 韩利就在仿石中间的太玄殿前 落下了顿光 他随手交付了一笔零石 领取了遮光被之后 就大不大样的进入到了殿中 通过了长长的通道 韩利在银色霞光中 就出现在了巨厅中 里面满是想交换东西的 人妖两足之人 荧光黑气闪动之间 足有三四百人的样子 大厅四周也摆开了数十个摊位 韩利目光四下一扫 就把目光凝在了厅中一根石柱附近 在那里呢 一名浑身黑气包裹的妖族 正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动 韩利深吸了一口气 就大步地走了过去 道友总散来了 上次交易过后 我以为道友马上就要闭光苦修 起码数年之内无法相见呢 未等韩利走过来 耳边就默然传出了一声嘀嘀的轻笑 声音悦耳动听 但又十分欣喜的样子 我这次来也只是碰碰运气而已 没有想到严道友也真在此地了 看来道友也感觉到最近的不对劲了 想将我二人之间的交易尽快完成吧 韩利轻轻一笑 同样传音了过去 人已经走到了黑气之前 什么不对劲 黑气中的女子沉吟了一下 声音漠然变得冰冷了起来 我说 道友何必过所不知呢 只要看看现在厅中出现的你我两族之人 是以前数倍之多了 还不能说明什么吗 啊 韩利悠悠回答 丝毫不在意此女的口气变化 你如此说 难道听到了什么消息不成吗 女子目中冷光一闪地问道 别的我不知道 但高鲜修是频繁出动 而且我们负责的区域出现的一族探子 几乎是以前的五六倍之多了 哎 你们那边如何呀 韩利平静地反问道 也差不多吧 那些老家伙也同样频繁地露面了 并且城中多出了一些新面孔了 各个行为都不弱的样子 似乎是从七弟新定来的人手 女子犹豫了一下 这才如实回答 明白了 看来不是我们的错觉 真的要有事发生了 你觉得一族工程的几率会有多大呢 韩利竟然这般问道 我看 起码有三成几率吧 否则城中不会出现这么惊人的变化的 三成 三成这已经很高了呀 韩利尝出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了一声 不错 所以我打算和你再交易完最后一次之后 就不会再出现此处了 倒有若想保命的话 最好也赶快设法离开此城比较好 否则一旦一族真的工程 你我这样等级的存在 十有八九是难逃劫难的呀 哎呀 倒有说的倒是简单 身为此城修士 哪是这么容易离开的呀 况且我每年还需要 韩利苦笑了一声 说了两句之后 却忽然想起了什么 下面的话语戛然而止 是啊 现在离开确实是大为困难 你我两族不同 我是无能为力了 好在就算爆发大战 也最起码还有数年的时间 倒有还有时间谋划此事的 好了 消息就留得差不多了 我们开始交易东西吧 女子倾笑之后 声音一下子震了起来 韩利听到此女如此说 没有反对的意思 但是淡淡的问了一句 这次仙子搜集到灵药的种子有多少 上次严道友找到的几种虽然说比较罕见 但是有用的 可确实没有多少啊 道友放心 这一次其他种子不说啊 道友致名典性的几种 我可给道友搜集的差不多了 说实话 要不是大战将其时间太紧 我根本就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来换起这些种子的 现在顾不得其他的了 倒是道友这次带来的万年灵药 不知道数量够吗 女子在黑气中奄然一笑 道友和在下交易数次 哪一次见在下手中灵药少过一株啊 韩利诡异的一笑反问了一句 这倒是 不过这一次的种子 的确都是珍惜异常之物 论价值远不止 那道友的万年灵药之下 只是万年灵药有价无事 否则的话 妾神还真舍不得拿出来和道友交易的 女子娇笑了几声 随即手掌一翻转 一个翠绿色的木盒出现在了手中 并抛了过来 木盒上明印着各种古朴的花纹 还引有符纹闪动之光 显然啊 不是普通之物 韩利面色凝重的 一把将木盒吸到了手中 也不打开盒盖 双目蓝芒一闪之下 目光直接穿透盒盖而入 同时呢 强大的神识也亲入其中 仔细的扫射了起来 一时之间 韩利单手拖着木盒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黑气中的女子 对韩利这般举动毫不奇怪 也没有任何催促的意思 只是用目光闪动的凝望着 韩利不语 似乎想透过那层银色的光瑕 同样将韩利的真容 看个一清二楚 扮上之后 此女暗躺了一口气 将目光收了回来 说对这位不好奇 那自然绝对是假话 能提供这般万年灵药之人 身份肯定不是一般之人啊 照此女猜测 对方的多半应是 人族中最隐秘的那几个真灵世家之人 特别是那以灵药培育威名的敏家人 更是最有可能的 但是呢 这对方实在是谨慎异常 几次接触时都旁敲侧击 非但没有问出对方的来历 反而一不小心被对方套出了自己的本性 这让此女事后好一段懊悔啊 虽然说对方不可能仅凭一个称呼 就找出自己的来历 但已经让此女呢 死了探寻之心 对双方的身份 再也是绝口不提 省得一不小心 反而泄露出自己更多的信息出来 不过 此女一向和对方交易以来 换取的那些万年灵药 又不禁呢 兴奋异常起来 虽然她出生有些特殊 也算是族中有些地位之辈 但是这么多的灵药 即使有再多灵食在身 那平常也是没有希望收集到的不是 只要这次交易成功 这些灵药足够她请人炼制数种极西的丹药 用来突破眼前的瓶颈了 当然了 她对行李收集灵药种子知识 也是大感好奇 只要对方能付给她约定的灵药 她自然烂得深追 其中的原委的 就在这名妖族女子心绪不定之时 对面的寒厉已经检查完了核中之物 满意的点了点头 嗯 不错 的确大半都是我以前向你提及的那些种子 这是你应得的灵药 来 你检查一下吧 说着她也从身上取出了数个玉侠 一一的交给了对方 女子不敢大意啊 接过来之后同样仔细的检查了一遍 嗯 没错 的确都是万年左右的灵药 此次是我二人近期的最后一次交易了 但是道友真能逃过眼下的大劫 那么咱们以后说不定还有再合作的机会 妖族女子将灵药收好之后笑吟吟的说道 希望如此吧 好了 既然东西两清了 在下看看其余道友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 眼下的情形应该有一些不错的珍藏被拿出来才是啊 韩丽相思周那些摊位上一扫若有所思的说道 道友真是有心迹的很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 的确呢有不少珍惜之物出现的 但是切身还有事情在身 我就不多陪道友了 女子马上说出了告辞之言 先自请便 韩丽不动声色的一抱拳 黑气中 此女倒也干净利索 果真马上转身 向对面的妖族入口而去 韩丽等此女离开了大厅之后 嘴角一动之下 不觉露出了一丝笑意 原先的郁清丹 只是对华神初期有效 如今通过此女前后几次的交易 她终于又收集到了两种对华神中期大有用处的丹药了 看来这短时间之内 无需对丹药匮乏之事多操心的 心中挂念的一件大事了趣之后 韩丽心中一松 朝附近的一个人族贪位悠然的走了过去 转了一圈之后 韩丽却眉头微微一皱 虽然说贪位不少 两族修士拿出来的珍惜宝物也远比以前丰富的多 但以她现在的目光 自然不会再对什么法宝或者是材料 轻易的能看入眼了 而她最感兴趣的秘术功法之类的 却还有人拿出来 就算有几样 也是她不感兴趣的 摇了几下头 她就不再死多耽搁了 缓缓的离开了大厅 一出泰神殿 韩丽就驱动顿光 往自己居住的石塔而去 半个月之后 就是长老讲道之日了 韩丽呢 她是绝对不会就此放过的 而且即使没有此事 她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处理 也不会马上离开天渊城的 回到石塔中的韩丽 先将自己手中的那块 记载功细的玉牌 从某处殿堂中 换取了一枚令牌之后 就返回了自己的小队筑地 随便找了一天静视 打坐休息起来 三天之后 一道青红匆匆的离开了石塔 直奔城外某处而去 小半天之后 一道青红出现在 城外的某座山谷上空 这个山谷匆匆郁郁 但看起来除了景色秀了一些之外 实在是没有任何起眼之处 但是青红上一个盘旋 就默然向谷中坠落而下 光芒一脸 韩丽身形显现而出 在一块三十余丈高的石壁前 显露出来 左右的看了一眼 发现没有任何异常之后 好袖一抖一道金服射出啊 没入灰壁中 不见了踪影 然后 韩丽静静地待在石壁前不语了 片刻之后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石壁表面呢 忽然泛起了一层灰蒙蒙的烟雾 随之 凭空在韩丽身前呢 出现了一通道 城 正方形 四壁 都是青色石壁 那闪动着微弱的灵光 韩丽微微一笑 抬腿走了进去 这通道呢 足有四五十丈之长 尽头处赫然是一扇 白色光幕遮掩的白玉大门 韩丽毫不迟疑的两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之后 面前的光幕立刻一颤 从中一风而开 他这才悠然的走入其中 门后呢 是个三十丈大的厅堂 除了二十几把石椅 和中间的一个巨大的石桌之外 就空无一物了 而在这些石椅上 已经坐着几名修士 其中有男有女 服侍各异 但每一个人的修为 赫然都是化神以上的样子 这些修士一见行李走了进来 当即就有几个人 笑容满面的招呼道 哎哟 韩兄也来了 呵 倒有这次来得比较早啊 哎 听说韩兄这次活出了一名绿影 哎呀 真可谓去为我们 飞升修士 大掌脸面啊 韩力 面带笑容的 一一回礼了一番 这才在大厅一角 随意的找了一个石椅坐了下来 其余 没有出声打招呼的修士 有的不动声色 有的则面无表情 还有的 看都不看韩力一眼 韩力对这些人也根本不在意 他自顾自的闭目 仰神起来 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韩人修仙传第868回